我們來講解這個類題式 類題式是用氧氣的消耗速率RO2 氧氣的消耗速率當作反應速率 研究HBR還有O2分壓對速率的影響 這是O2的分壓 這是HBR的分壓 到底幾次方程正比呢 假設RO2氧氣的反應速率 等於這個常數小K 速率常數乘上HBR HBR的這個濾化氫氣的壓力幾次方 假設是X次方 然後氧氣的分壓 假設是Y次方乘正比 那要你把X跟Y解出來 那我們就當然控制變異 如果要知道反應HBR對速率的影響 那就控制O2不變 所以我把2跟1拿來做比較 那2跟1拿來做比較的話 這個氧氣的分壓是固定的 所以HBR的分壓變兩倍 那反應速率呢 這裡也是兩倍 所以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呢 變兩倍 那等於HBR HBR的也是變兩倍 但HBR假設是X次方 所以X是一次方 所以這個HBR 濾化氫氣力對速率的影響是X次方 那接著我就控制 由3跟2 2跟3 3跟2跟3 那這個HBR的分壓不變 那氧氣的壓力 氧氣的分壓變兩倍 反應速率呢 也跟著變兩倍 所以這一個反應速率變兩倍 所以是2的一次方 那等於這個O2的分壓 變兩倍 那O2假設是Y次方 所以Y等於1 所以結論 這一個X等於1 Y等於1 X加Y等於2 那第二小題 可以求K 那如果要解K 解K 解K 呢 那你就把這一個 HBR跟O2的分壓除過去 所以 RO2 除以 PHBR 的一次方 PO2 氧氣 氧化氫氣力跟氧氣的分壓都各一次方 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一個 那你說老師 我要帶哪一個 1 2 3 那就帶最簡單的就是 H 就是每個反應濃度都是以 1的 0.1的 100的 這個為準 所以有實驗1 有實驗 代入實驗1 代入實驗1的數據 所以把它帶進來 O2的消耗速率是120 毫米水銀柱 每分鐘 除以HBR 氧化氫氣體的分壓100 毫米水銀柱 1次方 O2也是1次方 100毫米水銀柱 100毫米水銀柱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 這一個 帶進來 所以就等於 1.2 乘以10 這裡10的4次方 這裡是120 所以2次方-4次方-2次方 那單位呢 特別注意 單位不要弄錯了 毫米水銀柱的幾次方 1次-2次 所以是-1次 時間單位是分 好 這個就是 這一題 就這樣寫完了 注意 這裡你要注意的 注意的點 還有一個小地方 注意一下 他一開始 他說 PO2除以DT 那為什麼他給一個負號呢 因為O2是 反應物 他會消耗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在算他的分壓變化的時候 他算出來是負的 所以給他一個負號 讓他變正的 我們說反應數量 就是取正的 好 就是這一題 然後再往下看這一題 他說 H2跟NO 我們就照抄 H2加NO 它們兩個都是氣體 然後呢 生成 N2加 H2O 注意水 水也是掛號G 所以這每個都有分壓 那反應出的時候 H2跟NO的分壓是 300跟100 發現了這個是 NO 不是NO2 所以這個需要平衡一下方程式 H2NO 所以這裡係數是2 N2 兩個樣 兩個情號 方程式是這樣 然後呢 他說呢 這個反應呢 一開始是這樣 但是如果壓力 NO的分壓降成50的時候 那 一開始的速率是 降成50的時候 速率是4.8倍 那我們知道 當然反應越後面 反應越後面 當然反應濃度越低 那反應速率呢 當然就 越慢 所以他說 當NO的分壓降成50 就是NO的分壓變成50 這裡 變成50 按照2比2比1比2 所以這裡就 150 所以這裡是減50 按照2比2 所以這裡也減50 所以這裡是250 那它這一個沒有產物的濃度 它不影響數率 所以研究氫跟NO 它的壓力分別是這樣子 然後呢 題目說 它一開始的反應速率是 後來壓力降下來的時候的4.8倍 也就是說 假設 末了的速率是R 那一開始的速率呢 就是 4.8R 那既然已經有速率 那也有分壓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假設 假設呢 這一個速率呢 是 假設反應速率呢 就等於常數 K 乘上 氫氣的分壓 假設是X次方 然後呢 NO的分壓 假設是Y次方 那我把它帶進來 所以 墨減錢 錢出於墨 一開始 R出 比R末 然後就4.8R 比上R 等於什麼呢 那 一開始 比上末了 它的壓力350 比上300 比上250 然後呢 幾次方 氫氣是X次方 NO 一開始是100 末了是50 幾次方 假設是Y次方 那因為這個 有兩個位置數 但是只有一個方程式 所以這題只能求解 所以這4.8 應該可以 4.8 等於呢 5分之6 就1.2 的X次方 乘上2的Y次方 這題只能求解 所以最簡單的解 應該就是 1.2的4倍 就4.8 所以這應該有可能是 X等於1 Y等於2 1.2乘以14 4.8 所以呢 A 是依注合理的解 是最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我們只能求解 所以這 最有可能是這樣子 是最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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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